要问元朝接下来是什么朝代,大多数人肯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明朝,是的,一般我们认为唐宋元明清就是中国古代朝代的更替顺序,但其实在元朝和明朝之间还加着一个朝代,它虽然不被人们熟知,但确确实实地存在过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明玉珍出生于1329年,家境贫寒,但是他为人讲义气,为民着想,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很有威望,随着起义不断,明玉珍也趁机找了一些人守在青山,希望有能力自保,后来带领众人归顺徐授辉。 在一次战役中,他不幸受伤,导致一只眼睛失明,从此变成了被人口中的名瞎子,也因为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,他的军队攻下了不少地方,其中四川重庆一带就在他的管辖之下,后来陈有亮叛变,将徐首辉杀害,并自立为帝,明玉珍看不下去,当下与他绝交,并且自己也都称王,他称自己为龙鼠王,并把国都定在重庆,便建立起了大下国。 明玉珍建立大下国之后,过着自己的小日子,而外面的朱元璋和陈有亮,则打得不可开交,他丝毫没有参战的意思。 他很清楚,自己并不是那两人的对手,所以便带领百姓安心生活,让百姓们在大下国中过着安安稳稳的生活,还将自己的儿子立为大下国的太子,好景不长。 当明玉珍38岁的时候,他就离开了人世,临死之前留下遗嘱,祝福儿子不要去跟别人打仗,守好川于一带,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。 然而他的孩子名声年龄尚小,在继位之时才十岁,这样的皇帝一众大臣是不服气的,所以名声的皇帝之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做,不但要应付朝堂内的大臣不服, 还要兼顾朝堂外,防止别人突然进攻,然而怕什么来什么,大下国还是被朱元璋找上了门,朱元璋派使臣前来,想让名声归顺于他,名声不答应,于是朱元璋便出兵,最终寡不敌众,大下国失败,被明朝吞定,而大下国的一些明氏后代,有一部分去了高丽,到了高丽在高丽王的帮助下,便在当地生存下来,从此后世的人便在这里长久扎根下来。 到目前为止,明氏后人已经形成了一个家族,他们有时还会回国祭祖,而且虽然世世代代都身居国外,却仍旧在使用汉语,并且坚持使用汉字,并没有因为祖先到了国外就被同化,而是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特色,即使经过时间的变迁,他们还是将祖国的文字和语言传承下来。 这一点不得不让人佩服,公元1362年,重庆出了一位真命天子,他就是明玉真,元朝末年,天下大乱,起一风火遍地燃烧,原至正十一年,徐首辉率领的农民起义军,工具了汽水,建立了天丸政权,时任广西两江道宣伟史的明玉真,眼看元朝大势已去,就率兵,加入了红金军,明玉真本就是朝廷重臣。 加上手握重拳,深得徐首辉的赏识,但陈有亮在红金军攻打采石时,趁机杀了徐首辉自立为王,而明玉真不服,就率兵离开了,自称龙鼠王。 元政二十二年,明玉真以恢复汉族王朝的统治为号召,建元大统,定都重庆,改国号为大下,明玉真立妻彭氏为皇后,子明生为太子,效仿周朝制度。 明玉真还派遣参政江眼,与明朝建交,明玉真让孙养号转达,自己想要和平的意思,不想像孙权跟刘备一样相互吞噬,虽理想是美好的,但现实却是残酷的,一千三百六十六年。 当了四年帝王的明玉真病逝,享年三十八岁,在他遗嘱当中,也是叮嘱后世,不要进宫中原,在元末明初时,四地战乱频繁,唯独重庆在明玉真的统治下,相对安定,明玉真执政期间,丹经节律,为人节俭,虽然占据巴蜀之地,但百姓都相对敬重他,明玉真去世之后,其子明生继位,改元开息,明太祖一统天下,自然是容不得其余政权存在的。 明洪五二年,一千三百六十九年,明朝劝降,想要大夏国归顺,但被明生给拒绝了,明太祖就派遣汤河,廖永忠,傅友德,率军征战大夏。 洪五四年,一千三百七十一年,明兵攻破重庆,大夏王,明太祖在明生投降之后,便封明生为义侯,将其迁徙于高丽,也就是朝鲜半岛居住,如今,居住在朝鲜的明玉真后裔,都会回到重庆进行祭祖。 大夏虽然是一个政权,但跟明朝不能相提并论,在正史当中不被承认,也是理所当然的,清代成书的。 《紫布雨》中,有雨王被杀蛇的故事,比时距离雨至水的年代,已有数千年之久,神怪小说中的这个段子,也只是将雨神迹化的一个缩影,如果翻看年代更久远的书籍。 不管是史料还是文艺创作,围绕雨的各种传说,几千年来,都已彻底的神格化,什么意思呢? 比如现在提到秦始皇,义获刘邦和项羽,人们都会自然而然认为他们是历史中的一个人物,而不是神,雨则不同,后世的各种记载中,他看起来更像是神而不是人,春秋之时,人们就已经将雨神格化了。 当时人们对雨的评价是,美哉雨公,明得元矣,并且还明确将其位列摄神,后世所说的摄计,其中之一便是雨,治水功劳大,古人将其神格化,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 然而这样一来,时间越是久远,蒙在雨身上的神秘面纱,就越厚重,现代或者将来的人想了解真实的雨,就会越来越变得困难,有人会说,这有什么神秘的,司马迁所著史记,就有关于雨和其治水的详细记载。 此外,成书更早的《尚书》、《左传》和《山海经》里,也有关于雨的记载,有这些记载就足够了。 何必还要去纠结雨是神还是人,以及他究竟有没有治过水呢? 大众可以这样去想,不管雨是神还是人,经过数千年来的沉淀,都不妨碍后世的中国人,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先贤神明。 然而从历史学的角度看,神话和真实之间还是有界限的,正因为如此,进入二十世纪后,历史学界重新回望我们数千年前的这段旧事,就产生了很多思考和无数种观点。 1923年,顾鞋刚将写给钱玄彤的一封长信公开发表,由此在学术界开启了一场很大的辩论。 在一些学者看来,历史越是久远,神话传说和真实事件之间的界限就越模糊。 顾鞋刚认为雨是神话中的存在而非真实,甚至认为雨或许是远古的受累,之后顾虽说修正自己的观点。 可依旧认为雨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,而是神话传说,这种观点的抛出,就等于动摇了夏朝存在的根基,雨虽然是靠善让成为天下之主,但他的后人正是在这基础上开启了家天下的夏王朝,自此也引领中国历史进入了王朝国家时代。 可如果雨是神话传说,夏朝又该如何解释? 顾鞋刚虽然质疑雨存在的真实性,但是他没有否认夏朝的存在, 可在学术界还是有其他人受到了他这个观点的影响,并由此认为夏朝不存在,当年的这场争论此后便一直延续下来。 甚至其影响范围都走出了国门,时至今日,国外历史学界还是有学者对夏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,不过在1925年的时候,王国为认为,虽然上古时期史诗和神话混淆, 但传说中也有真实的成分,不能一概否定,围绕雨和夏朝的争论,由此就诞生了信古,遗古和世古三个流派,顾名思义。 信古是相信历史记载的,遗古是怀疑相关技术的,是古位于前两者之间,就在争论毫无头绪的时候, 20世纪初,考古学家在安阳发现了殷墟遗址,事情立刻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 学者们此后研究发现,史记中记载殷商部分的内容,包括历代的君王,在出土的甲骨文中都能一一找到对应之处, 史记,记载殷商部分的内容是真的,那么关于夏朝的记载部分,也应该能找到实物遗址。 可惜,当年参与辩论的学者,都未能看到夏朝的实物,以及围绕于更早的实物记载, 因为这些东西,要在几十年后,才重见天日了,时间来到本世纪初, 当年古董市场突然出现了一件青铜器,年代虽然很久远,但由于整体秀势严重,且上面的文字相当声色。 这件文物在当时几乎无人问津,随后这件青铜器到了北京,经过学界的一番考证, 确定是西州早期的一件实器,也就是现在吃饭的餐具,更为关键的是, 这件名为冰宫许的文物上有关于雨至水的记载,这就说明,在三千年前就有雨至水事记的记载, 而且不同于史料中的记录,《日常生活器具》上的名文记载更具有真实性, 至少能表明,围绕雨和它治水的事迹还在西州早期就已经在传颂了, 此后,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批竹简,经过测定为战国时期的遗物。 而竹简上的内容,则是上书中遗失的部分,经过研究,竹简上同样有关于雨的记载, 这些竹简本身,比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还要更早几百年, 现代学者研究这些内容发现,上面记载的雨有神性, 具有改造山川大河的神力,这似乎又能表明, 部分观点认为雨是神的说法似乎也没错。 关于雨和治水的事迹记载,虽然历史学界发现了更早的记录, 不过截至到目前,雨是人还是神,他是何时被人逐渐神格化的, 亦或他起初就是口口相传的神,依然没有确切结论。 但是,雨身后的夏朝,还在半个世纪之前,考古学界就有了重大发现, 徐旭生当年也参与过围绕雨夏的辩论, 他对于遗古一派颇不以为然,古西之年走向田野, 决心在玉境找到夏的蛛丝马迹,此前虽然发现了殷商的遗址, 可惜出土文献中没有找寻到关于夏的内容, 所以走向田野的徐旭生,将目光描向了传说和文献记录中夏朝最为集中的区域, 河南中部和山西南部一带,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走访, 二十多处遗址和遗物逐渐浮出了水面,最为集中或者说最为可信的。 便是二里头村的遗址,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, 此处遗址的总面积超过了四万平方米, 值得一提的是,二里头遗址被发掘的前二十年, 这里还是继续性商而不性夏,彼时有一种观点认为, 该处遗址应该是殷商时代的都城, 直到七十年代后期,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判定才逐步转变。 首先遗址年代更早,测定的年代在三千五百年到三千八百年之间, 这跟史书中记载的夏朝所处中晚期吻合, 其次,二里头遗址所处位置在玉西, 史书中记载夏王朝的活动区域。 也位于河南西部一带,时至今日, 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后期的时政遗存, 在学界已经成为了普遍共识, 不过有一点或许还会让人疑惑, 夏朝作为在殷商之前存续了数百年的王朝, 为何殷商时期的文献史料中却没有下的哪怕一点蛛丝马迹呢? 记载还是有的, 只是年代久远很多记录早已散失, 直到2008年, 清华大学整理的一系列竹简文献中收录的诗传文献, 引誌和引告, 其中有关于商面下的记载, 因就是商早期的知名政治家一眼。 文献中记录了商面下的大致情况, 其中有西义下这样的方位描述, 与此前出土的殷商甲骨文对照发现, 其中常有西义一词, 因此护正之下, 西义下可知就是西义乃之诗下, 此后考古学界进一步确认, 西义就是夏早期的王成, 通过确认西义和夏的关系, 实际考古中又有二里头遗址的护正, 再加上各种史料里有关商面下的记载, 这便可以基本确认夏朝的存在是一定的, 然而还有一点, 那便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关于夏朝的遗址中, 没有发现夏朝时期的文字。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史约馆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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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